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视频我用这样一块月牙形的石头 给大家画一幅对蝉 借这一幅作品 祝福我们高考的学子们 金榜听名 一鸣金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绘制的一个过程吧 第一部线描稿完成之后 就可以铺大体颜色了 一般情况下 我习惯于从深色开始 画这两只蝉的深色部分 我用的是黑色加一点点太清蓝 根据形体块面来表现 形体块面转折的部分 可留一点点空隙 后面再来进一步的刻画 每一个块面的明暗立体变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接下来是表现深色部分的明暗立体变化 适当的加一点点白色 慢慢的一层一层覆盖变浅 不要一下子加白色加的太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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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接下来画翅膀部分的深色 可以用中黄加一点点珠红的颜色 上面用中黄加一点点白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天画底下的图影部分 影子部分画之前先用清水打湿 然后用淡漠慢慢的渐变完成 整体画完干透之后 可以用透明水性木漆漆进行封胶处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